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的第九集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是最近學長上課的時候的一些學員的問題 那學長覺得這問題蠻好的 我就把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關於為什麼你的咖啡喝起來有一個不正常的水味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因為水味這樣的感官呢 為什麼會發生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為咖啡本身它是有帶油脂的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沖煮過程之中有一部分的咖啡液體 它的油脂不足的話 那是不是就會有兩種感覺 一種就是它感覺起來比較有油脂感的 就是正常萃取 另外一種就是它沒有萃取到油脂的部分 喝起來就沒有油比較輕薄 即使它裡面有一些味道 但是你喝起來你的舌面上還是會感覺到說 這好像有點水味水味 或是有點清淡清淡 而且呢跟你原本的液體呢是分離 不會融在一起的 那這種感官我們一般就稱之為叫做油水味 如果各位有去碰到這種狀況的話可以去想一下 那至於為什麼會有水味呢 有很多個成因 但是學長先跟大家講 最常發生的成因好不好 那如果各位想要聽其他的 我們之後再 做別的時間來 分析其他的可能性 先講最可能發生的成因 其實就是你悶蒸的時候的 不水不均 為什麼悶蒸不水不均會引發水味呢 是因為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剛開始咖啡粉是乾乾的情況 的時候呢 我悶蒸給水下去的時候呢 咖啡粉可能會開始吸水 原本是全部都是乾乾的 一碰到水之後呢 還慢慢的把水從外側吸到內側 不是說水一碰到粉 粉就濕掉了 其實不一樣不一定 它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讓它從內外進都充分的進濕 所以如果你在悶蒸的過程之中呢 你可能 某一個部分 比如說你可能右半邊 整體的給水不足 或甚至於是你右半邊呢 都沒有給到水 都給到左半邊 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 沒有吃到足夠多的水的咖啡粉呢 它可能只有外進 甚至連外進都只有碰到一點點的水 那就等於說 事實上來說悶蒸結束完以後 可能左半邊 這是個假設 左半邊可能 它有近濕 右半邊可能 沒有完全近濕 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 如果你繼續再沖煮的話 會怎麼樣呢 就是左半邊有近濕的呢 它就會開始正常的釋放風味 就是你的香 酸 甜 油脂感 都會正常釋放 但右半邊 沒有 吃飽水的粉塵 它是不是 不會這麼快速開始釋放 因為它根本沒有吃飽水 沒有吃飽水 它就 釋放速度很慢 但它會不會吃飽水 它還是會吃飽水的 它隨著你後面 持續的 給水 但是它的釋放 可能就是在 可能100cc以後 一般來說 悶蒸完40cc之後的 水就要開始正常釋放啊 但是因為 悶蒸失敗的關係 後面的水 你要必須給更多的水 它才開始潤濕 潤濕完的話 還正常釋放 所以我們中間就會發覺說 有一部分的粉 它在 某個水量之前 它的釋放都是不正常的 都釋放 都沒有把真正的風味釋放出來 混合在 你其他 油脂感比較正常的 萃取的 液體裡面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 喔 好像一段水 喝起來 它的水味比較重 喝起來好像是沒有萃取到 這就是 大部分啦 水味的來源 那這樣的問題呢 其實 其實 它也很好解決 它解決方案呢 就是 把悶蒸悶好 對不對 那悶蒸悶好的訣竅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要讓 盡量讓 每一顆粉 都要吃到水 OK 所以呢 一方面呢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 悶蒸的 那個布水技巧的話 可以看一下學長之前的影片 我都有跟大家聊一下 悶蒸怎麼悶比較好 那第二部分就是 你除了理論了解了以後 你是不是你的手要跟上 OK 所以呢你可以稍微練一下給水 練一下給水包括怎麼練呢 就是學長之前有做過類似的影片啦 包括比如說你在正中心的給水 盡量要維持 一樣的大小啊 或是包括 你在繞圈的時候 盡量不要亂繞 因為你亂繞的時候就會有部分的粉 沒有吃到水嗎 或者說你在繞圈的時候呢不要水 忽大忽小 這些狀況呢都會導致於你的悶蒸呢 有可能出狀況 所以呢 各位 悶蒸其實 確實 在很多的狀況之下呢 都會決定了你的風味 好不好喝 OK 當然悶蒸不是唯一手法 這個學長還是要強調 你可以選擇別的手法 但是如果 你都選擇了一個有悶蒸的手法的話 還是要把你悶蒸練好 它會影響你後半段的萃取 很多 好 那我們今天的 Q&A 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各位想要看相關影片的話 希望會把影片 放在 資訊欄的下面 希望都可以解決掉你的水問題囉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